Hello 大家好 我是FreeC3讲 今天的影片是我去造为人生第一次的大场景全纪录 我会想要检查是因为我之前身中病危机生命 从鬼门关回来之后 大家可能有发现我消失了两年半的时间 是因为出院之后我的身体一直有奇奇怪怪的症状 让我身心不得安宁 精神状况都很不好 但像我肠外开刀之后是会影响全身的免疫系统 出院后两年半的时间我几乎是每一两个月就会有什么突发状况 临时要去看医生 真的是身心都累坏了 我就也怀疑自己会不会有大肠癌 还是免疫系统疾病的克隆痴症 然后我终于补起勇气去面对 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大场景检查 天哪我我搅拌到一半吓到 它是烫的耶 搅拌搅一搅它温度提升耶 很可怕 我很不想喝 可是我觉得这辈子我喝过最难喝的东西就是我坐院的时候喝的那个 亚非安苏 那味道太可怕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再怎么难喝一定比那个好 因为我喝那个都会做呕 我就会一直很可怕 它是好喝的耶 好像柠檬汽水消气之后甜甜的 然后又温温的 好大家喝蟹药一点都不可怕 这会脏气啊 我怎么一喝下去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脏气 我看一下它的副作用 超多副作用 而且我觉得我超快的 我现在一喝下去我就觉得那个肚子有在翻滚 吃完这个蟹药 还要再吃一颗黄色的软便药 服药一小时后至睡前陆续补充水分 1250到2000cc即可 很多耶 我原本以为它会像那个什么 照X光不是要喝那个什么 白白的东西然后很苦 鲜引气 对 然后我印象中这个好像不好喝嘛 对我以为会像那个味道 结果这个是很好喝的耶 刚才就是饮料 好 后来完全没力气拍影片说话 吃下油又从晚上7点一直拉到半夜3点 一直抛设说真的很辛苦 根本没办法好好睡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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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對 你要更健康我這樣 現在兩位過去五天內有確診過嗎 沒有 感冒發燒和瘦 沒有是這年十月的時候有確診 對 目前你從事什麼行業 有在工作嗎 有 最近家中有沒有人會 有接觸到從國外回來的行業 沒有 今天早上的 7點半 7點半 你是他的 我他男朋友 對 我是家人 你把真心藥會不會過 沒有 剛真的有對AV疫苗過程 有 精臟病高血壓有嗎 沒有 青光炎 有 有 有青光炎 就是那個 四神經一定有青光炎的那個傾向 就是 你有在點點藥嗎 現在是還沒有開始治療 平常有固定在吃什麼慢性病的藥嗎 欸那個 那個 因為有這樣子進幾個人之前有在吃那個發熱 但是現在已經 大概從去年 就沒有在吃 最後一次喝水大概是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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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10點過一口而已 就好 那你大便是綠色 對 對 那個 我在第一天吃蟹藥之前 就 拉出那個很 墨綠色很黑黑的 大便嚇到 然後 然後 我是 大完那個 就突然拉肚子之後 隔一個小時才吃第一次的蟹藥 兩個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拉肚子 然後因為我的那個 有一點 小的自從 然後我自己也感覺就是 太有變 大 就是感覺 那會來 一直上廁所 都很變大 你等一下還要去上洗手間嗎 欸 我也不曉得欸 那我就會讓你換衣服 喔 好 我之後上廁所顏色比較像這樣 沒有到這樣 好 沒關係 我現在檢查完了 我剛剛 很震驚的是 就是 說醒之後我問 這個 護士小姐說 欸我什麼時候可以聽到 醫生跟我講 我的 這個症狀如何 結果他說 他都完全跟你講 他說他都跟家屬講的 所以 所以呢 是你要告訴我 我就問他說 蛤 所以我不會聽到醫生直接 對我的解釋嗎 他說對 那你可以告訴我 我的症狀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 可是 腸道都是正常的 都是OK 然後都沒有使用 啊太火了喔 太火了喔 太火了喔 我的天啊 真的是太火了 我要哭了喔 太火了 因為 後射之前 真的是 就是2020年 八月突然 那種啊 生命 危機 臨時開刀之後 我現在復族是 2020年的 二月喔 我消失的這一段時間 我這個身體就是 真的百番折磨 就是有一直有發生 陸陸續續就是很奇怪的那個症狀 你知道嗎 所以才會讓我就是 欸 終於花了很多時間 振作起來 但是又 那三骨子身體又 有狀況 然後又是 因為讓我整個身 身心靈 就是整個打擊 然後又 就是一直在起伏的狀況 所以我才會就是消失 這麼久 然後所以我覺得 也是很擔心說 大腸到底有沒有怎樣 再加上前陣子 尤其去年就是 也常常比較有血病的狀況 那是講說說應該是 痴症的關係 喔痴症喔 對 就是如果有血的話應該是 但是那個痴症喔 我後來回去看我的這個 記錄 我在2017年 我那時候在做那個 台灣巡迴講座 教日文的講座 那時候我會 定期跑台北台中高雄 就是每年大概就會辦兩次這樣的講座 然後我是在那個講座過程中 的當天晚上的這個飯店 是我第一次人生的血便 而且那一次也是我人生中最嚴重的時候 我看來是壓抑太大了 那時候我真的嚇到是 我整個一到完遍喔 是整個馬桶 都是鹹血 然後不是月經來 所以我就想說天哪 我到底是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的嚇到了 那個是整個你知道你自己 死血量很大 你會擔心你會不會有事情的那種 但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也還比較年輕 然後也沒有什麼 這種身體保健健康的那個觀念 所以呢 我大概第二天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是 都完全沒看醫生了 就這樣子 嘴顧且哭 然後我是真的 2020年8月 生病開動 坐院一個月之後 才真的就是 改頭換面 對健康醫師 180度大轉變 我卻超級超級養生 那個不行 什麼東西都注意 通常吃的東西 然後那個吃的東西 怎麼被製造 然後用的東西 容器 然後那個器具 然後一些環境的 我就已經衍生了 就是那個環境的問題 環境帶來人的那個 影響 然後就是人體的那個構造 然後可能在醫學系 會看著一些 人體的 很多的這個症狀 啊 運作什麼的 就是我都會去看那個論文喔 我在消失這幾年 我都在研究這幾年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有 有很多東西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所以 我這次這個 去年11月底的時候 決定要做這個 大腸鏡 呃 就約到這個 2月 因為我就想說 讓我自己好好過年一下 就是可以讓我吃 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要好好過年之後再檢查 我也很 疑惑自己有沒有什麼 所謂什麼 腸肉症 腸道症 什麼 克隆市症 因為就是腸子的問題 是免疫的問題 然後會影響全身 就我之前真的是太殘道 我真的 會懷疑 所以是不是 那怎麼了 因為一開到完 我的整個 世界 我覺得就是不一樣了 以前好像是不會 但是開到完之後很奇妙 我只要緊張 或是有一點壓力 我會馬上肚子喔 會有涼的感覺 然後你會知道 你的這個心情 跟那個大 這個腸子 就是直接腦連著那個腸子 因為腸子會可以說是人的 第二大腦 你知道嗎 可是它是不是連動的 所以我之前就是會 憂鬱症很嚴重 我覺得也是因為就是 有開刀然後 在那個腸子受創過 欸你不覺得我現在 梳醒之後 我現在那個一刀補座 可以這樣子 這麼流暢的腳 我現在很清醒對不對 對 我覺得我很厲害 好我覺得其實好像可以起來耶 我慢慢起來 然後等一下再慢慢講好了 好 好 我現在可以起來 你看看你有沒有辦法起來 我起來看看 就是現在感覺 喔有一點點的 暈啊 就是 這個暈的感覺好像有點 難心喔 可能有點像是你吃安眠藥 的那種感覺 一點點 但是 是還好 那你要先坐起來嗎 欸那我問你喔 我那時候啊 檢查 過了幾分鐘 因為我剛剛很驚訝 我問你 就是說 檢查很快 然後我就問他說 很快 是幾個小時嗎 這樣 他說沒有 十幾分鐘 我說 檢查這麼快 只有十幾分鐘喔 所以你等我大概多久 我覺得沒有等很久 因為加我蘇醒 可能在這邊躺省是差不多二十分鐘 差不多吧 喔 啊真的欸 很快 我的檢查完後的第一餐 買素面線 好我檢查完出來換完衣服了 那我剛剛在那邊麻醉 蘇醒後 就是在那邊睜開眼睛一件事情 就在想說 我很想把我剛剛的那些感受拍成影片 可見我的這個意思偷倒很清楚 那因為大家有不知道的關於大腸鏡檢查的誤會 那我真的覺得蠻危險的 就我現在很像 嗑藥 飄飄然的感覺 像我都嗑過藥啦 然後第二個 陪同的人也要健保卡 在外面櫃檯訪問的時候 突然被藥健保卡 然後因為那時候不知道陪同的人也要 所以剛才就是那個陪人 我們就那個手忙腳亂 然後第三個 你掛號的醫生不是幫你施作的醫生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醫院都是這樣 因為我當初掛號是領口大腸科很有名的老醫生 因為我自己想說我有開過刀 然後找個網路上大家都覺得 那種權威的醫生好像比較放心這樣子 結果我剛剛一進去 看到的醫生是完全不認識的醫生 而且也跟就是當初我掛那個醫生 看到的那些幫忙看著的醫生好像又不一樣 就是完全的一個心面孔 我沒看過的人這樣子 我那時候有一點點文化衝擊 因為一進去那個檢查室 醫生是完全不跟你打招呼 是連看都不看你的 我就有點驚訝 但是沒關係就是他只要有把我做好就好了 有可能在日本就是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感覺醫生一定會跟患者打招呼吧 所以就是有一點文化衝擊到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 檢查過程只要十幾分鐘 這個我真的超級驚訝的 我一直以為是小時起跳的 以為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然後也是呢 我還沒被麻醉的時候躺在那邊 我問護士才知道 原來只要十幾分鐘 然後第五個 麻醉師會在檢查室再度問你的狀況 就是當天你在櫃檯報道啊 可能你有一些當天的症狀 或者是你可能還想要多加問什麼 就是灌條魚很麻 然後你都沒有什麼機會再說的話 沒關係別緊張 你還可以就是換完衣服 躺在裡面的時候 還有時間可以再跟他們說一次 而且那些麻醉師們都還蠻主動的 會問你的這個當天的狀況 跟一些你的一些疾病史啊什麼的 然後問你平常怎麼樣 就還蠻細心的 然後那個麻醉師就問我說 欸我有沒有清光炎 這個也是就是我之前 就讓我心情很不好的原因之一 我在2020年開刀之後 觸摸炎就好像那個太嚴重了 影響那個免疫系統 我另外那一隻的開刀 又開啟了我另外一個免疫系統的疾病 然後就變成這個僵直性脊椎炎 好這個就已經很重擊我了 然後後來呢又變成就是有清光炎 這個真的也是很很很難能接受 對就是我現在的話呢 我跟他說就是我的四神經的那個狀況 就是清光炎的這個傾向 就是非常的接近 但是就是我目前的視力 就還沒有開始受影響吧 所以就是目前還沒有做什麼治療 我就像剛才那樣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那你的眼壓很高嗎 因為一般的認知是眼壓高的人會清光炎 但是呢是日本人的基因 特別容易會有正常性眼壓清光炎 我就是屬於那個 就是你的眼壓是正常的 可是你的那個四神經會受影響 就比較弱還是怎麼樣 就你的那個視力健康度又有清光炎的現象這樣子 對我就有這樣跟他講 我就問他說那千萬千光炎的話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嗎 然後他就說因為好像會施放一些腸胃的藥 然後那個藥它的副作用就會讓你的眼壓升高 對然後就說那你是正常性眼壓的話 那應該一下下應該是沒有關係什麼的這樣子 好再第六個是當天不要再吃東西 這個真的是我誤會大了耶 因為我感覺就是吃了蟹藥進去 肚子很刺激 我以為是不能空腹吃的 但是問了護士之後他們是說可以空腹吃 然後呢檢查的當天盡量就不要再喝什麼東西了 就連喝東西都要是那種很清澈的果汁 連那個什麼肉湯菜湯沒有料的喔 清湯的那個也都不要 那那個麻醉師有問我說欸最後的飲食是幾點 那我是下午1點的檢查嘛 我說我最後是10點喝了一口水 他就問我說今天整天吃了什麼 我就跟他說我喝了米水肉湯葡萄汁椰子汁 結果呢他就說欸肉湯會比較油 油的就不要吃怕燥的時候會看不清楚 而因為第一次不曉得 就想說是不是蟹藥之前還是要補充一點營養還是什麼的 但好像就是最好可能清水果汁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會喝那些東西也是因為就是當天吃第二包蟹藥的時候 有講說吃完蟹藥的30分鐘後要補充750cc的水 所以我才會有喝這個葡萄汁椰子汁那些的 但是這個米湯跟肉湯是在吃蟹藥之前在吃的 就以為不能空腹這樣子 再來第七個 就是你躺在那個檢查台上面 你不要緊張 因為那個醫護人員啊他們真的都超忙的 那因為他們也是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他們也沒有什麼時間會可以安撫你的情緒什麼的 那因為我自己是之前開過大刀 有這些經驗就還蠻淡定的 那我從小是很討厭看醫生 就想說看到別人手背上面插針啊 都會插在手背嘛 都會覺得看起來很可怕 就覺得看起來超痛這樣子 但是自從我2020年人生第一次開刀之後呢 就覺得這沒有看起來這麼痛 真的就像打針打進去那種感覺而已 所以大家請放心 要檢查的人不要害怕 因為那個佩然說 他看到其他的人呢 也是第一次做大腸鏡 然後他超緊張的一直很緊繃這樣子 那可能那個人也是沒開過刀的人 就我覺得真的會很緊張 因為你躺在那個上面 然後就被說要麻醉 你真的會沒有做過真的會很緊張 但是因為可能醫護人員也沒有什麼空 會一一跟你解釋說他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所以你可能會不知道 欸你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你被綁的這些東西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自己會很慌張 但是呢 就大家真的要檢查的人放輕鬆放輕鬆就好了 再來第八個 就是我蠻推薦這個舒眠麻醉的 我今天這個體驗了舒眠麻醉之後呢 就是人生的三大麻醉 局部麻醉 舒眠麻醉 開大刀的徹底麻醉 這三種麻醉我都體驗過了 然後這個舒眠麻醉啊 它就比較屬於是那種中等程度的麻醉 因為其實麻醉越徹底 它的風險又越高了 所以你是要整個像我完全開刀那種 它麻醉的程度又是更重的 那舒眠麻醉就是有點是像 讓你睡覺的過程 就讓你不知道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舒眠麻醉還真的是 但是有點有那種 欸 漸漸漸漸漸睡著 漸漸漸睡著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2020年人生第一次的那個開刀 那個完全的麻醉 喔那個很誇張喔 那個 那個太 效用都太快了 你那個氧氣罩 罩上去 然後醫護人員跟你講說 好深呼吸喔 然後你就 你就斷片了 你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 但是今天這個舒眠麻醉 它真的比較那種漸漸漸漸的感覺 但是這個漸漸也不會很久 對 其實你也是很快就睡著了 那它這個舒眠麻醉的方式 也就是這個陽氣罩給你罩下去 然後我會叫你一直要深呼吸 你會很有感覺 慢慢麻醉的東西 在你身體循環的那種感覺 那今天的這個舒眠麻醉的話呢 首先是那種 手背的那個點滴處嘛 開始有點麻感 可是你那時候都意識還有點清醒 那因為我自己是平常很難入眠的人 我就有點害怕 我不會太晚入眠 所以我就專心閉眼睛 我就趕快催眠自己 要睡覺這樣子 就麻醉開始之後 我還有在回護士的話喔 還有跟他們說 我還醒著什麼的 但就是我的體感啦 應該是 感覺是開始麻醉一分鐘吧 你會有那種強烈的昏迷感 跟你自己很想睡的感覺 我覺得又不太一樣 因為強烈的睡意感覺是來自自己 但是是 這一種麻醉的話呢 感覺是那種像 外力讓你很昏迷那種感覺 但是就不用害怕 你就只要 專心安心睡就好了 你就一定會睡得著 然後在第九個 就是麻醉甦醒了之後 會讓你躺著休息一陣子 就是沒有做過的人 搞不好還以為 會不會需要坐院什麼的 就不用 就是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那我覺得我從整個檢查做完 麻醉甦醒後 就是自己這樣 第一次沾會眼睛 我覺得我的意思是很清醒的 對 但是因為 你在檢查的時候是 你那個屁股要對的醫生嘛 所以你是側躺的狀態 然後我就 試著動我的身體 就是想說 放回正面 但是呢 又感覺會蠻暈的 所以 欸 我就繼續 閉眼睛 讓自己休息 對 那大概就是躺了 五分鐘之後吧 就是醫護人員就有 進來說 欸 那個 有休息一下了嗎 那 他請這個甲鎖進來 跟我講講話喔 這樣子 就我自己是沒有什麼感覺到 什麼副作用 而且就 剛醒來的時候 雖然有比較昏迷 但是 一陣子之後 還覺得好像還蠻神經氣爽的 然後再來第十個 這個也是 讓我應該最驚訝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做完檢查之後 你自己本人 不會親口聽到 醫生對你的解釋 剛才有錄嘛 醫生是 不會 直接 對著 你這個 被檢查的人 跟你講 你的狀況 而是 都是跟家屬講 然後叫家屬 要轉告給你 這樣子 所以我很驚訝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 我本人可以聽到 欸 我就會 欸 那我可能有什麼疑問 好像有點沒辦法直接 問的感覺 所以 陪同你的人 要做好筆記 然後想要問什麼啊什麼的 可能都要跟 這個 檢查的人溝通清楚 然後家屬要負責 幫你跟醫生問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 應該要先交代好 你的這個同伴 但是因為今天我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以為是 我可以自己問 所以我本來有一些想問的問題 我可能都沒有問到 而且呢 剛才聽佩蘭講的 才很驚訝 他原來 欸 有看我的照片欸 就我腸子的照片 他說 他說照很多張 我說大概幾張 他說他感覺好像 有五十幾張的感覺 我說哇 這麼多 我自己都沒看到喔 對 那都是他幫我看 我說你有幫我翻拍嗎 我也想看我的腸子欸 他說沒有 可是 因為那些檔案 應該都有在我的資料這邊 所以我去申請的話 應該是都可以看到 那當然那個聽到沒事是很開心 但是 因為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本人對著醫生 請問一些事情 所以 那個有一點點不踏實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也有 要在大院檢查的話 你可以把你想要問的問題 交代你的這個同伴 然後 就陪同你的人 要負責把你問 那他原來還是有幫我問一些事情啊 欸 就像說我 我那個 開始吃蟹的第一天 莫名其妙 就開始有這個 很墨綠色的那個大便 因為自從 父母眼開刀之後 我就幾乎很少有這個狀況了 我就想說 欸 吃壞肚子還是怎麼樣 很奇怪 他人有幫我問 然後醫生說 欸 也沒有什麼 就是食物中毒還是什麼的那個狀況欸 然後說 欸 腸子狀況 也都正常 然後也沒有洗肉 目前就是感覺是不用擔心的這樣子 然後可能我原本想問一些什麼 欸 什麼腸造症啊 還是 腸子的一些狀況 呃 配偶幫我問 醫生是說 可能要有一些非常明顯的症狀出來 才能夠去 比對 推測一些東西 但是就大方向就是 沒有問題 非常的 那個安心的這樣子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心得經驗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要去照大腸鏡的 也可以 就是說看 這個影片應該比較有心理準備 對 大家那個腸子的健康真的要鼓 那個腸子齁 就是一開刀還是這樣 真的是影響全身都太可怕了 真的是 那個 我是過來人 真的大家 要檢查你的腸子 哈哈哈 那些幸運 超級的 孔子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